農曆年前幫家屋大掃除以外 車也要洗一下 車廂最髒的往往就是地毯 亦是最難搞 這家洗車屋裏面有個洗地毯機 我們儘管試試它的洗地毯功力有多厲害 這部機來自滾桶 有噴水及噴泡沫的功能 只要將地毯反轉放入機裏 它就像多斯爐般捲入地毯清洗 噢 這麼快 這樣就可以了嗎 真是比汗多士快 出來的感覺好像很乾淨 還有它吸水的功能很厲害 地毯不是水滾滾滾的 你看 之後我們再倒少許咖啡 看看地毯機又能否搞得怎樣 一般他們會放入地毯機清洗兩次三次 我們剛才試了三次 發現剛才的咖啡汁又真的洗走 用這部洗地毯機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刷子會弄鬆毛 你吹乾的時候地毯就會伸了一點 原來想親自下手洗 最正確的步驟是先吸塵 噴上清潔液再用刷液毛掃一次 裝織在毛頭的沙塵掃出來 力度不需要太大 然後順毛掃一次才沖水 正所謂公肉善其事必先離其器 汽車美容店老闆Marco 就教大家一些洗地毯的心得 可以加一些中性的清潔劑 地毯的清潔劑 一般家用品店就可以買到 如果你有用酸性或鹼性 會拿到物料變質 左邊這一款 它就是那些尼龍很粗絲 手感就很硬 如果你用這些 就會很容易傷到地毯的纖維 所以就會起毛粒 我就不建議用 右邊這一款就是軟毛的刷 它的手感就比掃把、尼龍還要軟 它很有軟性、彈性 這些就不會傷到那些纖維 最後最令人煩惱的一個工序 就是浪乾它 究竟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快些乾呢 Marco 教先鋪吸水大毛巾在上面 然後用吸塵機隔著大毛巾吸水 用吸水紙巾一印之後 就很明顯看到這個方法的效用有多強 之後浪乾它就快很多